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发糕的好吃做法 全程手不粘面,筷子搅一搅 做出来比蛋糕还好吃,营养丰富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一起跟着视频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小碗中倒入50克红糖 然后再加入200克左右的温开水 然后再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把红糖给它搅拌至融化,一定要多搅拌一会 搅拌好以后,把红糖水放在一边放凉 放凉了以后,然后打入一个鸡蛋 再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让红糖水和鸡蛋液能够融合在一起 大碗中加入面粉,然后加入3克酵母粉 然后再用筷子搅拌一下 让酵母粉和面粉能够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这样一会发酵的时候,会发酵得更好 搅拌好以后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红糖水慢慢地都给它倒进面粉里面 然后再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这里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多搅拌一会 把面粉搅拌至没有干面粉的状态 并且里面没有颗粒 像视频中这样非常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再盖上一个保鲜膜,形发至原来的两倍大 准备一把红枣放入碗中 红枣的表面有许多褶皱,并且坑坑洼洼的 里面藏有很多的灰尘,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 所以我们需要加入一勺面粉,然后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用手抓拌一下,把面粉给它搅拌化开 然后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我们再来清洗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把红枣清洗干净了 清洗的时候,多换几次清水 清洗干净以后,把红枣给它捞出来 放到案板上,给它切一下,从中间切开,一分为二就可以了 红枣盒不需要去掉 而且,红枣不需要切得太碎 红枣全部切好以后,收入碗中备用 这个时间,我们的面糊也已经形发好了 接下保鲜膜,看一下面糊里面有很多的小气泡 这样一会做出来,才会更好吃 准备一个模具,用刷子在底部和边缘刷上食用油防粘 再把我们发好的面糊,全部给它倒进这个蛋糕模具的里面 我们再给它端起来,轻轻地震几下 把表面给它震平整 然后再把我们切好的红枣,一个一个整齐地摆进来 外面摆一圈,然后里面我们再给它摆上一圈 不需要盖保鲜袋,像这样就可以了 蒸锅提前加入清水,放在蒸壁上 盖上盖子,开大火蒸15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我们先不要打开盖子 再给它焖5分钟,时间到以后打开盖子 哇,看一下都笑开花了 而且闻着就特别的香,我们把它取出来 整个厨房都是红糖发糕的味道 看着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 用手按压一下蓬松轩软 放在案板上,从中间切开,再切成4分 我们的红糖发糕就做好了 不塌陷不会缩,也不发粘 里面有很多的小肌孔 吃起来香甜可口 这样做的红糖发糕,老人孩子非常喜欢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喜欢就做给家人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加留言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